Y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G Magazine的周潮吹,我是強仔 馬上和大家回顧一下上個星期發生了哪十宗潮流試試 第一宗,NBA球星Kairi Irving和Nike結束了合作 他自己在直播透露對中國品牌有興趣 但中國品牌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安搭,李寧,三六一等等 最後選擇了安搭,和他簽訂了一份5年的代言合約 為何選擇安搭呢?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成為了安搭的首席籃球創意官 甚麼意思呢?他自己可以參與到球鞋的設計、生產等環節 避免之前Nike被人說他的簽名球鞋太養衰的情況 就可以避免情況發生 第二個就是Irving有簽約和招募其他球員的權利 又是甚麼意思呢? 大家知道Nike旗下的Jordan Brand Michael Jordan可以招募其他他覺得有潛質的球員 加入Jordan Brand 例如他之前招募過Jason Tatum、Carmen、Anthony等等的球員 Irving也可以招募他自己的好朋友 或是他覺得很有潛質的NBA球員 加入自己Carry Irving的簽名球鞋系列 第三個就是他可以在海外的代理權 可以買安搭的球鞋 他之前在Nike簽的合約是7年7,700萬美金 平均一年是1,100萬美金 相信他在安搭的簽約金額不會低過這個價錢 在我的角度Carry Irving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第二單Clark和Nike已經多次傳出 雙方會結束合作 他會離開Nike加入Adidas 最後一對聯名都終於曝光了 Clark的創辦人陳管熙自己曝光了Water Clark的實物圖 可以看到這對鞋款是由過往Nike和Clark 這麼多次聯名中拿了一些很classic的設計元素 全部融入在Water Clark裡面 看到的元素已經有絲綢 之前推出過兵馬俑等等 不知道大家有認到多少對經典元素呢? 你又會不會選擇入手這對Water Clark呢? 第三單依然都是Clark Clark最近有很多動作 非常多新聞 陳管熙在Thread透露 問大家如果Clark和Spring crossover 大家會不會相信呢? 這個消息一爆出來 大家都已經覺得 你這樣問得九成都一定會是Crossover 再過多段時間 他就在Instagram貼了 Clark和Spring crossover的概念圖 看到有些士多啤梨在這裡 難道今次的Crossover是關水果市? 有很多國外球鞋媒體就爆出 今次雙方Crossover的鞋款 將會是Air Force One紅色的絲綢 紅色的絲綢 大家又覺得喜不喜歡呢? 近來真的太多絲綢了 我看到紅絲綢已經有些審美疲勞 我覺得自己是一般的 你又會不會為這對紅絲綢埋彈呢? 如果真的推出的話 第四單 泰國品牌I Wanna Bangkok 推出了一對惡搞的鞋款 用變形合衣做靈感 推出了Hook Foot Heels 就是一個高跟鞋 看到大家穿上腳的效果 一言難盡 我真的想不到這雙鞋有任何可以實穿的場合 除非你去Fashion Show 去看Show 你想穿得比較吸引眼球的時候 這雙鞋是不錯的 還有另一個版本是肉色的 上腳的效果依然都一言難盡 這雙鞋的售價也要$1100港幣 也不便宜 我想大家可能買完之後 穿一次放在鞋櫃上便不會再穿了 大家覺得$1100會不會買呢? 第五單 EA的前妻Kim Kardashian 她自己的內衣品牌Skim 首次公開招股市值 有機會去到$40億美金 它的銷售額經過上年已經回了一回 之前是$5億美金 今年的銷售額有望突破$10億美金 非常誇張 其實是她這個內衣品牌 都可以看到這個Easy的影子 因為她用的配色都是一些大地的色系 不過有網民就說 內衣品牌用大地色系的時候 穿出來的感覺有少少像阿婆的底衣 我看完之後 我本身也不是感覺的 但網民說完再看 其實也有少少 除非你穿的那個真的好像Kim 身材非常火辣 如果不是普通的女生穿這個品牌 我想都很難負責 第六單 不少NBA球星不打籃球的時候 都喜歡打高爾夫球 例如Michael Jordan和Stephan Curry Stephan Curry最近參加了 美國世紀名人高爾夫球錦標賽 在賽事期間打出了一竿入洞 在賽事第一次打破紀錄 入球之後非常興奮 張智光一扔就全場奔跑 在旁邊的粉絲立即為他鼓掌 最後Kurry也在賽事中獲得冠軍 非常厲害 最後記者問他你對於今次的比賽做了什麼準備 他說他在NBA季後賽輸給胡人隊之後 有更多時間去練習高爾夫球 相信他是開玩笑的 也要恭喜Kurry在高爾夫球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看來他不只是籃球射得準 打高爾夫球也是很準 第七單 知名rapperDrake和21 Savage 和Vogue的主編Anna Winter是有點牙齒印的 雙方有些blief在 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雙方在沒有通知Vogue的情況下 就用了Vogue的封面設計去宣傳他們的新專輯 而Vogue的母公司知道之後 就向對方索償400萬美金 最後雙方是和解了 但在最近Drake在她的循迴演唱會裡 就把Anna Winter弄成了一個女毛的形象 去醜化Anna Winter 把她放在螢幕上 網民拍了之後就放上網了 看來Drake對這次事件也有點懷恨在心 Anna Winter暫時沒有回應 不知道這件事最後會不會再次發酵越攪越大 第八單 Travis Scott和Jordan Brand一直以來都有很緊密的合作 雙方推出的鞋款都受到鞋迷的愛戴 最新消息 雙方將會推出一對全新的簽名鞋款CUT THE CHECK 這對鞋款可以看得出有之前那對聯名Olive的影子 加入了魔術貼的設計 不知道我是否看清楚 我覺得那對應該是魔術貼 令整個鞋型更加復古 Travis Scott在最近多次出席的公開活動 NV也有穿這對鞋款 大家覺得這對鞋款漂亮嗎? 我覺得加入了魔術貼的設計是頗隨之 但我還是不會入手的 第九單 CLOT除了我們剛剛提及的 將會推出最後一對聯名WAT THE CLOT 之外 它這次還會和卡牌公司KAKA WOW 推出Nike XCLOT的聯名波鞋卡 怎樣得到它呢? 只要你買一對WAT THE CLOT 就可以得到一張波鞋卡 裡面的波鞋卡就是之前CLOT推出過全部Crossover的鞋款 有不同的收藏程度 除了波鞋卡之外 還會有陳冠希的簽名卡 有金色的版本 最珍貴的都是親筆簽名 是黑色和藍色的 大家聽完之後會不會心動呢? 因為有陳冠希的親筆簽名 你會不會想入手一對WAT THE CLOT 去試博運氣呢? 最後一單 人氣女團BLACKPINK 在YOUTUBE上都不停破紀錄 他們之前才成為史上觀看次數最高的artist 最近他們的官方頻道 突破了9000萬訂閱數 成為歷史最高訂閱的艾人 這個數字非常誇張 突破一億都是時間的問題 希望他們不要先解散 可以繼續推出很多很棒的作品給粉絲去看 今集的一週潮出就說完了 如果你想重溫我們的精彩內容 歡迎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上個星期出了兩條 一條是Vlog 一條是開箱 未看的就快點去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喜歡大家 請點按讚 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還有要多次 去廣告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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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